大家好,我是劉耀爸 我是黃耀君 現在這邊是台南的總大 然後呢 今天到台南來了 來採訪幾個網路行銷藍能包的學員 有算是聚會 耀君很早就加入我們 網路行銷藍能包的 終身會員裡面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這兩年來的發展 學到網路行銷的運用 運用在哪方面 然後現在在工作上 有什麼樣的發展 因為像以基本來講 我現在比較偏向協助台南的一些中校店家 去做一些網路行銷的規劃 那劉耀爸的網路行銷藍能包 說得還蠻適合我現在服務的廠商 而且我這些廠商 坦白說基本上就是 他們很會做產品 甚至有一些是百年的企業 他就是傳承下來 他很會做一些吃的 他不知道怎麼做網路行銷 他要的也不是那種 要很大預算的網路行銷能力 他只是要說 我能不能在網路上 曝光我的產品 行銷我的產品 這樣 他也不需要說 太好幾百萬的預算 那樣去做 他只要一些簡單的方式 那這些方式的話 從網路行銷藍能包裡面 都可以學得到 那我們可不可以具體的 跟大家透露一點 你到底都幫這些中小企業做了什麼事情 具體來講 像我有幫 我有接一些政府的案子 像有一些群聚的案子 他可能就是八間廠商 然後去跟政府申請專案之後 委託我們去協助他做網路行銷 那我這邊來講 我可能幫他們 又經營他們的粉絲業 有一些簡單的官網 和八間廠商 八間廠商就基本九個官網 一個是總體的 還有各自八個小官網 再做一些廣告的 FB廣告行銷的部分 然後再教他們怎麼做自己的light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懶人包裡面 對 而且這個東西 坦白說 這個東西 就對他們來講很夠了 而且他們之前的顧問 他會拿了可能一年五六十萬的案子 可是卻幫他做一個網站 沒有人去看 對 那或者是做了一個APP 不會有人下載 對 那對這些店家來講 他們的訂單數量來講 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聽起來 就是現在還是有很多人 他的觀念是停留在 可能只是把網站做出來 或是把APP做出來 然後就停了 對 就停了 然後覺得很酷 就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我只要把網路的商店開起來了 我就會有訂單的感覺 但事實上 開起來就好像你實體店面開張一樣 你沒有去發傳單 沒有去邀請客戶進來 其實他就沒有行銷的效果 所以其實網路行銷跟 架網站是兩回事 像耀君剛剛講的這種 真的是實際案例 就是你網站架起來之後 怎麼樣去曝光你的網站 那個就要靠很多行銷工具 平台 比如說臉書 Light 去收集客戶名單 然後去廣布的讓 布達這些訊息出去 去跟進你的客戶 這個就是我們 耀君這兩年來其實成長很多 謝謝 接到很多案子 我也是蠻訝異的 怎麼會學這麼快 奶爸教得好 然後聽說你們幾個人在台南共組公司 是不是 對啊 那就是因為學這些東西技術之後 我們就是到處去分享一些 我們學到一些觀念 一些技術 結果公司還沒開起來 案子就拼命跑上來 因為案子拼命跑上來說 我們要開公司 來協助消化這些案子 哇 對 這個已經是我聽到 不不假的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好扯 我們學員自己出來 因為接案之後 因為接案之後 才會碰到一些 要開發票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你不得不肯定 當時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耀君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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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